把電腦顯示屏或手機顯示屏 像衣服一樣直接穿在身上 這個帶點科幻色彩的場景 在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下正在成為現實 復旦大學科研團隊成功將 顯示期間的製備與織物編織過程融合 相關成果近日在線發表於《自然》雜誌 而這項全新技術 也將很快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 在復旦大學的實驗室裡 研究人員身穿一件戴有復旦校徽的衣服 走近一看 這個繡在衣服上的校徽竟然閃閃發光 原來它是用發光纖維材料刺繡的 這一卷卷顏色各異的線 就是這種神奇的材料 它其實是由一個導電的線 然後外面附載了具有發光活性的 這麼一些材料來製備成的 就編織在這麼一個很厚的皮革上面 就是它也是可以很穩定的發光的 彭惠勝團隊在長達十多年的 反覆試驗後 製備出一種均勻的 圖有高分子複合發光活性層的纖維 和一種高彈性的透明高分子導電纖維 這兩種纖維相當於晶線和尾線 交織起來通電後 它們的大接點區域就會被電廠激發 形成一個個發光像素點 再利用工業化編織設備 就可以出現織物一樣的顯示屏了 該科研團隊基於編織方法還實現了光伏之物 儲能之物 觸摸傳感之物與顯示之物的功能集成系統 在實施定位 智能通訊 醫療輔助等方面 展現出良好應用前景 隨著與產業界的更多合作 全柔性顯示之物 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實現規模化應用